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不同的聲音會有不同的頻率與波形 大部分的聲音有好幾種頻率混合成 波形複雜 而音差震動時只會發出單一頻率 波形最為單純 因此可作為調音的工具 以致音差震動的頻率是442 就是每秒震動440次 然後波形是正弦波 那麼台灣這omega是多少 這omega的話 就是那個角頻率 omega是等於多少呢 2πm 這個你學物理的話就知道 這個就等於2π 乘以多少呢?乘以440 所以大概就是880π 那你如果對物理不熟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看 我們就先求它的周期 當你時間內經過一個周期 就omega 經過一個周期以後 這是角度嘛 角度也會經過一個周期 角度周期是2π 那這個導數就是頻率嘛 那這個導數就是頻率嘛 所以omega的話 等於多少呢 等於2π 除以t嘛 那t分之1就是f 所以是2πm嘛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學物理的人會把它記起來 那你沒有學的話就 推推還是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答案是880π 來 然後就不好 我們去按下 這樣 就夠了 按下